大家好,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周厚於慶 楊谷是明朝人 家境年間,他的父親在懷洋 今生,有一位從關中來的岩生 將銀錢寄一望在楊家,寄有千金 待會岩生離開以後,盡一去不算 楊公便將金錢藏在一個花盆裡 上面種植花卉,並派人到關中取找 後來找到了岩生家 不料岩生已去世,家中只有一個兒子 楊公便邀請岩生的兒子到楊家來,指著花盆說 這裡有你父親寄的金錢,現在就交給你吧 岩生的兒子不敢生,楊公說 這是你家的財物,何必推情呢 於是說出原由,讓岩生的兒子非常感動 千萬謝,攜帶金錢回家了 後來楊公生了楊伯,自幼聰明好學 官至令部上書 楊伯的兒子楊俊明也官至戶戶上書 今天故事就見到這裡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